誰能把牛排煎得如此美麗 你摸著我有點危險喔 皮特沖繼續快點 難道不能只有我 今天我來教大家做一個比較義式風味的牛排 其實有些人會覺得說吃牛排啊 吃太多肉啊會有點膩 所以呢我今天上面的配菜呢 就用一點比較酸酸的甜甜的 清爽一點的口感給大家 然後你可以邊吃牛排偏配 那就會比較舒服啦 那我們現在準備紅蔥粉的部分 洋蔥我們切丁乾番茄 我們也把它切丁可以橄欖 蹄魚蹄魚也是另外一個重點 沒過進口的里茄 怎麼不小心又破廢了 不同顏色的番茄 全部把它丟一切 好現在我們來炒製它上面的topping 就是上面那些東西 所以我橄欖油多加一點點 然後我要來讓蒜片變成有點接近蒜酥的口感 哇蒜的香氣已經喘生了喔 有沒有看到它差不多這個樣子有沒有 有點卷曲樣了齁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再加其他的動作 增加洋蔥 乾番茄 這個兩個東西下去之後 你要把火轉大一點點 我讓它受油之後 我們把紅蔥頭也加進去 然後這個最重要最重要的部分就是 你要把蹄魚炒香 里汁 這樣子之後我們來加一點點的白酒 我們讓它收汁 加一點點的辣椒粉 黑橄欖 然後番茄 我們把它加進去 然後我們用一點點的黑胡椒跟鹽巴調味 就這麼簡單 關火了 只要讓它過度烹煮了 要不然它會爛掉 那口感會不好 然後我們現在來處理牛排 我們現在用的是熱鹽 熱鹽的部分 那你如果你想要知道比較詳細的做法 這邊或這邊 它會有一個小資訊 你點下去就會看到 詳細的牛排做法 好 下了之後呢 壓一下 我每一面都要把它切成這個形狀 好 這邊好了對不對 好 移到這邊來了 好 來 好了齁 拿過來 靜置一下齁 靜置的同時呢 別的來 九燈仔會炸啦齁 有賣過鹹酥雞嗎 怎麼炸 怎麼炸 沒關係它如果炸不會的話 我還會再示範一次 好了 謝謝同官員 要虛喔你用那麼多喔 體格升七七 喔喔喔喔喔 兇兇 兇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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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試吃喔 讓我吃小塊的 因為要不然等一下那個會被蹬 欠等問號 誰傷心 等一下 那我會享受一下 美味 美味 不吃你會厚 我必須說 它讓牛排帶入到另外一個境界 非常非常非常美味 今天這道菜讓牛排變得非常精緻 雖然你看我們家很多東西對不對 那感覺好像會不會很複雜 一點都不會 它純粹就是蔬果的甜味 搭配肉的香味 一進去啊 美味 不吃你會後悔 是不是講不到什麼 嗯 有一點